來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Evan 那很高興呢今天有機會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所推出的三款太陽能智慧的萬表系列 那首先呢其實呢 剛剛名的一直是一個勇於創新的公司 會率先去整合不同領域技術的一個科技的技術領導廠商 所以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在去年2019 我們推出了一個全球首款的太陽能的一個充電技術的智慧運動萬表 PHOENIX 6 EXPRESSOLA 其實這是全球第一支是整合了太陽能技術與智慧萬表 與運動萬表的一個錶款這樣子 那主要的話其實呢 太陽能在萬表上面應用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智慧手錶跟運動萬表呢 其實呢也發行了一段時間 但是Garmin是第一次把這三個不同領域技術整合在一起的第一個廠商跟品牌 所以呢在2020年我們更進一步的把我們Tarming的太陽能技術 全面導入在我們的三大戶外的錶款當中 包含了INSTEIN SOLAR、PHOENIX 6 SOLAR跟Texus Delta SOLAR 好既然談到電力的部分 Garmin的太陽能技術到底是跟傳統的太陽能的萬表的太陽能技術有什麼樣的不同? 其實呢我說很多解釋可能大家還不是說那要如何呢? 其實看一段影片大家就非常的清楚 相較於沒有太陽能或者是一般的萬表上面 他們的太陽能技術有什麼不同? Garmin的太陽能技術 其實看到這個影片就是我們用我們的Phoenix 6 Sola 跟我們上一代Phoenix 6做一個實測的一個太陽能的科技的影片 其實可以感受到滿滿的除了太陽能科技 也滿滿到感感滿滿的戶外的生命力 其實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說 我們跟傳統的太陽能面板運用在腕表上的技術 最大的不同是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而且是更貼近為戶外的使用者的需求 是為了戶外而設計一個太陽能面板 那怎麼說呢 其實在我們太陽能充電鏡面PowerGlass的設計上面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設計的PowerGlass是完全透明的一個彩色的顯示太陽能充電鏡面 它是完全不會去影響到我們下面表面的彩色顯示 因為相較於傳統的太陽能面板就算運用在腕表上面 其實我們認知都是比較不透明的 甚至是偏黑色或是深黑色或是深褐色的一個表面 所以能做到透明的 不影響到整個表面的可視性的腕表 是PowerGlass才可以做到 第二點就是在我們戶外運動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戶外使用的時候 都被我們的像是袖子所遮蔽或是髒屋所遮蔽到表面 所以在傳統的太陽能面板上面 它可能在部分的遮蔽下 比如說遮蔽了一半 它整個太陽能充電的效率就是零了 但是在Garmin的調教之下呢 其實在我們的PowerGlass上面 即便被遮蔽了一半的表面 它剩下的一半還是可以進行的充電 所以對戶外的使用者來說是非常的實用 再者就是在於充電 就是太陽能轉換效率的部分 因為在戶外使用的時候 其實很少會接觸到電源的裝置 所以能夠提高太陽能轉化為電力的效能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高明運用我們特別的技術 去挑選比較好的導電材質 並運用那種多層結構的薄層設計 去設計我們的Solar Cell 讓我們的太陽能的轉換效率 是業界的5倍以上 是靜頻的5倍以上 那同時呢 不只PowerGlass 我們的太陽能充電機面 其實我們整個錶體的設計呢 都是為了讓能夠多工 但是能耗少的目標來做一個設計 所以呢 再加上的PowerGlass以後 其實我們整個錶的 電力的持久性是非常非常長的 所以甚至在我們的Instinct Solar 這個錶款當中 當我們選擇手錶模式的時候 其實可以完全只靠太陽能電力 就可以達到無窮無盡的電源的使用 達到智慧裝置的 算是電力自主性以及永續的綠能 那再來我們談到這條Instinct Solar 就是我們的本我系列太陽能 它升級到底有哪一些呢 第一個呢 其實呢 我們一樣通過了 美國的軍事標準的認證 同時呢 更推出了四個新色 包含了最左邊的 蘭花紫 深海藍 以及右邊的衝浪線定板 浪花白以及礁石灰等等 同步呢我們也做了三大升級 第一個是感測器的升級 第二個就是電力的升級 再來就是戶外活動的升級 那先從電量升級來說 其實呢在原生電力 30小時的GPS模式下面 這一代的Instinct Solar 就相較於目前的Instinct 電力有大幅的升級 目前在Instinct的GPS模式下 是14個小時 但是在Instinct Solar 它不用太陽能充電的情況下 就可以到達30個小時 甚至兩倍以上的電力增長 再加上太陽能技術以後 其實我們在GPS模式下 可以將近40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在GPS最大電量 甚至可以到達將近150小時 6天不用充電 而在原生電力 本身就是以月來季的 智慧手錶模式 探險模式 以及手錶模式的情況下 如果加上了太陽能的話 在手錶模式 更可以完全依靠太陽能 不需要另外充電 而達成無線電力的效果 對 所以以上不只太陽能的電力的升級 我們還有感測器的升級 在Instinct Solar下 這一代目前有支援水下心慾 也有支援血氧感測的感測功能 所以說以後呢 我們就要帶一個Instinct Solar 就可以下水去游泳 不需要帶心慾帶 可以上山 就可以知道我們血氧溶度多少 還把它適應的能力是多少 然後再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升級 第一個就是魚獵活動的功能 其實市面上會支援魚獵活動的表現非常少 而支援魚獵活動的智慧運動萬表是沒有 所以這第一支台灣出現的支援魚獵活動的智慧運動萬表 那所以在進行魚獵活動的時候 我們進去它的活動模式 它可以顯示我們目前釣魚所使用的時間 還有目前的時間 還有運輸入路的時間 而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記錄我們的漁獲量 所以對於加上我們GAMI有導航系統 所以在對於海釣的人來說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們在記錄魚獵量的同時 它會加上我們導航系統 在我們沿路上面去記錄 我們在哪個地方釣了多少的魚獵 所以之後呢 我們要在同一個地方進行海釣的時候 就知道哪個地方可能是潛在魚群出沒的地點 然後再來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升級 就是衝浪限定版的衝浪活動升級 包含了潮汐資訊以及衝浪活動的功能 那潮汐資訊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表面上看到 可以顯示呢 我們在目前的定位的位置下面 目前的潮汐資料是多少 而更細節的資訊 我們在點入我們的潮汐功能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選定的目前的位置 它目前的潮汐高度 以及未來潮汐的變化資料 再者在衝浪運動模式下面 它就會記錄我們衝浪的時間 距離、速度 還有我們的生理資訊等等 而這些所有的資訊後續都會出現在 我們GarminConnect的後台當中 那待會為各位介紹 所以總觀來說呢 這一次我們Instinct Solar 它升級不但是電量的升級 還有感測器的升級 活動的升級 以及我們還有限定版的衝浪版本 預計在8月份即將上市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旗艦版的 太陽能的升級 就是Fenix 16 Sola Fenix 16 Sola會依據我們的螢幕大小分為 6S、6跟6X Pro Sola 這三個版本分為1.2吋、1.3吋跟1.4吋 那同樣的全部都支援音樂播放 地圖顯示、WiFi連結 以及行動支付的功能 那同樣的呢 因為這次有太陽能的挹注 所以我們電力也是大幅的升級 在GPS模式下面呢 使用太陽能可以增加12%以上的使用時間 在以周圍計的原生電力的情況下面呢 再加上太陽能模式 更可以提升30%以上的電力使用時間 甚至在手錶模式下面有90天以上的時間是不用充電 三個月以上在戶外都不用充電 這樣子 那最後呢還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接下來就是在Fenix 6 的部分的四大領域的功能 其實在整個智慧穿戴窗制產業當中 所涵蓋的功能不外乎就這四大領域 以及我們Kai Pro 爬坡助手的一個功能 可以有效地去讓登山者去調節它的頻率分配 然後再來呢也有導航跟地圖導航的功能 還有滑雪以及滑雪地圖的支援 高爾夫以及球道地圖的顯示等等 那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三大新功能 在這一次Lunch 中跟大家介紹 一個是攀岩 再來是衝浪 以及我們在騎乘動態活動的一個升級等等 首先在攀岩的部分 其實市面上一樣就是 能夠支援攀岩完整功能的錶款是非常少 甚至是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Fenix 6 搜打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第一支 能夠完整的支援攀岩功能的一個錶款 那我們支援的攀岩呢 有包含了室內攀岩、室外攀岩以及暴石攀岩 那所以在開啟這個活動模式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所在延長的 它的難易度的系統以及難易度的等級做選擇 而開始之後呢 我們在上面就會顯示 目前我們攀岩的難度等級等等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攀岩的時間 還有心率等等 還有就是我們攀岩的高度 爬升的高度等等 都會顯示在我們的表面當中 而更重要的是就是 因為我們在攀岩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我們在攀岩的時候 會一於岩壁的角度 手腕會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個擺放 所以有可能會顧觸到我們的按鈕 所以我們就會有內建 螢幕鎖定的一個模式 讓使用者不會因此而顧觸到按鈕 然後在結束後 在長按跟一鍵就直接可以解鎖 那攀岩完成以後呢 就會顯示呢 我們這一些活動的一些 路徑數還有攀爬的高度 以及活動的時間等等 那暴時攀岩也是這個模式 再來是衝浪的功能 在衝浪功能的部分的話 一樣我們會記錄我們的 衝浪的時間距離 以及生理資訊以及軌跡等等 然後在最後的那個摘藥頁面上面 就會顯示我們的波浪總數 最衝的幾道浪 還有最長的浪是多長 還有我們最高的速度是多少 那同時呢 這一些紀錄呢 都會顯示在我們 GAMI 坎愛的後台當中 在電腦版裡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有我們衝浪的軌跡 那這個是我們實際上去 無實感做一個實測 所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同時呢 也會有我們衝浪的長度 就每一道浪的長度 以及我們的速度 以及心率 以及活動的溫度等等 同時呢 這一些資訊也會出現在 我們GAMI 坎愛的手機板當中 一樣有功夫的資訊稱線 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活動升級呢 就是我們騎乘動態的升級 那騎乘動態升級 我們會有新增兩個指標 一個叫做 騎乘難易度的指標GREET 以及我們的下坡 流暢度的FLOW的 這兩個指標 可以綜合評量整個 騎乘的細節跟狀態 然後綜合評量分數 說我們現在在目前 整個Mountain Bike的動態呢 評量的指數是多少 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 除了上述的 污愛活動外 其實在運動訓練部分 其實我們的配備呢 還有功能也是頂級的支援 包含了室內訓練的一個功能 還有就是我們在螢幕訓練指導的一個功能 再加上我們也可以游泳 以及加上了 進階的進階游泳數據 像SWARF等等 那同時呢也會有跑步 跑步的進階數據 以及我們進階的配速的功能 也會在這邊 PACE Pro也會在這邊提供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訓練完成以後的 進階數據顯示跟甚至是 最大攝氧量的顯示 也會在我們的功能訓練裡面 提供到這些進階的數據 那不只是運動訓練的部分 其實呢 在健康生理資訊部分 我們也是提供最完整的 包含了吸氧感測2.0的升級 往後就是在使用 能量指數 以及24小時的壓力監測 也會有呢 美力生理 美力生理資訊 跟呼吸頻率的一個提供的功能 一個完整的一個 生理資訊的提供 然後再來呢 智慧功能 其實也是一直我們以為傲的 包含了手機連結 包含行動支付等等 然後以及 音樂播放 以及音樂串流的播放 還有訊息提示等等 其實PACE 16 索打通通都是不缺席的 所以總化來說呢 其實在整個智慧穿戴裝置的 四大領域的功能來說 PACE 16 Sola 是這個四大領域的功能 都是頂級全配 然後最後呢 其實我們為了一些 賺在極端環境的使用的玩家呢 他可能會有極端的戰術需求 或者是一個生存遊戲的愛好者 我們也推出了 太陽能複合式的戰術GPS 萬表 Tetis Delta Sola 那他的特點就是 他有通過我們美國軍規標準的認證 而且他是1.4吋的大螢幕 同時呢 他的電力呢 跟我們PACE 16 X Pro Sola是一樣 可以到90天都不用充電 而且同時為了極度的一個環境的需求 他可以採用藍寶石的太陽能充電機密 更防刮 而且更適應極端的環境 那同時呢 他也有新增了一些獨創的戰術功能 包含了前傾模式 夜視模式 雙座標格式 跳傘等等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一鍵積分 就是在適當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鍵清除所有表內的資料 表內的資料 大家可能就是會想說 那是不是跟不可能任務那種 我們一按一下整個表表就燒掉 而不是 其實我們這個呢 是一鍵積分是清空所有的資料 但是Dance Delta還是很堅韌 他還在那邊 他不會燒掉這樣子 那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為蓋位介紹的 今年三大 太陽能智慧運動腕表系列的一個上市 包含了FAN16 Sola TACTICS Delta Sola 跟Instinct Sola 那全通路呢 預計會在明天起開賣 謝謝 太棒了 謝謝Evan 感謝